曲总 我们不要陷入一个误区 说这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是因为孩子 不要拿孩子做借口 这话我说给你听的 口口声声说 你没有给我孩子 你要真给过了孩子 我跪在地上给你磕头 你把他当成什么 是爱人吗 你是故意给他灌输一种概念 你对不起我 从你上来第一次说 跳舞是那种女性一触摸我 那种垫的那种感觉 再加上你所谓的下围棋找的旗友 还口口声声说 因为是友谊 并且必须我们之间的这种感觉 到了我能给你倾诉很多的事情 你说了很多不应该对外公开的事情 你甚至于还诋毁了很多你的老婆 否则怎么可能你老婆听到 别人会传来那样的声音 千万不要再在你这种过错的事上 再去强压给你的对方说 你对不起我 刚才我分明听到 女方在说 你都已经在外各种 又下棋又跳舞 你哪有精力来要孩子 请问在要孩子这件事情上 你付出了多少精力 你又付出了多少时间 你付出了多少爱 导致了你的爱人 只能在家里去看那些 电视剧里面演出来的爱情 为别人的爱情哭笑 其实她是在为自己的婚姻在哭泣 女方 千万不要被她的外表所迷惑 故意告诉你 你是一个过错方 是你对不起我 居然还想出说 我们去领养一个孩子吧 你觉得领养来的孩子 能围起你们之间的婚姻吗 之间如果没有爱情的话 要孩子就是害了你们 双方还有害了这个孩子 孩子解决不了 任何你们夫妻之间出现的问题 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 就是你们之间 要清醒地去审视 我还爱的对方 想清楚了 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 有见解的 聪明的女人 不要被所有的假象所迷惑 我想跟你说的就是这些 好 谢谢 谢谢曲总